HELLO 大家好,我是Mindy,今天的影片是要跟大家分享久違的淘寶開箱 上次拍這個影片已經是好久好久以前了,我記得應該是去年也是夏天的時候 然後呢,這中間就一直還是有很多觀眾會敲碗說想要看淘寶的購物分享 其實這中間我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買淘寶 但是就沒有買到說我覺得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種好物跟漂亮的衣服 但是這次的購物真的是非常非常成功 我買的每件衣服我覺得幾乎都沒有雷的東西 所以今天就趕快來跟大家分享 趁他們都還沒有下架之前趕快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然後在影片開始之前我可以先聊一下我的今天的妝容嗎 我還蠻喜歡我今天畫的這個妝 雖然有一點點被就是陽光跟相機吃掉顏色 但是我畫的是就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個韓國Youtuber 他之前上傳過的一個妝容 我畫的是這個妝 好像有一點點像 那我就先從我手上帶的這個小物開始好了 因為這次我飾品不只買了兩樣而已 那首先呢第一個就是我手指上帶的這個戒指 它就是有一個一個小小的像是貝殼串在一起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金色的串珠做裝飾 就是一個很微小的細節 那如果你不喜歡的話你也可以就是把它轉過來 當作是整圈是素的這樣子帶 那因為它是白色的所以其實雖然它很小一個 然後又很細 戴在手上可能會覺得沒有什麼存在感 但其實你這樣遠看啊就會發現 那個白色的戒指 襯在皮膚上是還蠻顯膚色的 喔對了你們可能會覺得我手 跟我的臉差很多 因為我前幾天去陽明山拍照 然後我就自作主張了就沒有擦防曬 所以我現在手真的是跟臉差很多 那就不要介意這個應該過幾天它就會擺回來了 希望希望 拜託 好但其實不擺回來我也不會很介意啊 就只是有色差而已 好下一個呢它是這個手鏈 但我是跟這個手鏈一起買的 然後先給你們看這個我手上現在帶的好了 它就是一條細細的金色鏈子 然後上面有一個金色的硬幣 跟一樣一個比較大顆的這個貝殼 然後它形狀長得有點像牙齒 最近就是很流行這種有點海島風的飾品 我這次也買了很多仙女的洋裝 就很好跟這個飾品做搭配 第二條呢就是整串都是大貝殼的 那有時候我會把他們兩個搭配起來 或是有時候我覺得這個太誇張的話 我就會可能單帶這個細的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其實這個手環的質感真的還滿好的 也沒有到非常便宜 大概也有個三四百塊左右吧 但是它的質感真的就還滿好的 我覺得台灣的網路上可能會賣到七八百 甚至一千塊都有可能 然後它的這個扣的地方呢 是這樣子做有點夾扣的方式 所以看起來整個質感會比一般的那種 這種勾勾的扣子還會再好一點 這就是我覺得撐在皮膚上面還滿顯白 然後又就是有一個很夏天海邊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最近就很常帶這個手鏈 尤其是這樣子一出一戲我覺得就很好搭配 接下來下一件應該是我這次買到的所有衣服中 我覺得我最滿意的 就是這件背心上衣 它呢整個就是做各種綁帶啊 不對稱樓空 首先呢它的肩帶這邊粗細就已經做不對稱了 然後它的領口也是做這樣斜下來的線條 這個側面的地方啊超級性感 它做的是也不能說性感 就是那種小肉肌膚的有質感的性感 兩邊的腰都做了一個挖空的設計 然後在這下面它都還有做綁帶 你可以把這個綁帶綁起來 然後這邊就會抽成一個有點皺皺的樣子 最近我常常看很多淘寶還有韓國的網拍 都很喜歡做這種抽繩然後皺皺的設計 它在腰間的這個地方還有另外多了兩條繩子 所以你可以一路綁到你的背後 然後這邊再打一個結 就很有就是那種莫名其妙的綁帶風格 綁帶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就這邊綁一個那邊綁一個 然後就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很有質感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總之這件衣服就是很多這種設計的detail 然後它的整個版型啊 長度跟鏤空的那個程度 我覺得都是剛剛好 穿起來真的是非常有氣質 然後又閒身材 就不知道為什麼穿這件衣服 然後就會有一種就是肚子很小 然後腰很瘦然後胸部很大的感覺 但也有可能是我的錯覺 總之呢這件衣服我非常喜歡 而且它的布料滿薄的 薄但是又不會到說很透很透 所以夏天穿出去就很舒服 隨便配一個那種西裝的黑色的褲子 然後再配個涼鞋就可以出門了 雖然只是一件上衣 但是可以帶給你很多的造型感 這種衣服我就最喜歡了 就套上去就立刻很有那種有品味的感覺 下一件呢是這個線條感的背心 然後又前前有穿 所以它正面有點髒髒的 請大家不要介意 它呢就是現在韓國超級流行的那種不對稱的背心上衣 然後它在正面呢是這樣子 有兩條肩帶 然後背後呢它是收到變成一條 所以正面跟背面也會有一種就是很莫名其妙的那種線條感 它穿起來呢在臨口這邊會呈現一個有點八字型的線條 就很特別 而且如果你不太敢單穿的話 裡面可以再配那種白色的長袖 然後把這個搭在外面 就會有一種很特別的多層次感 然後我覺得配襯衫也還蠻適合的 因為這個設計的低調會在還蠻中間的地方 所以不會因為你穿襯衫 然後就把那個設計的低調整個蓋住 不管你是要外搭內搭還是要單穿都很好的一件背心 也就是套一件然後就設計感十足 會讓人家覺得很有質感的那個辣妹的感覺 畫材質真的不是那種很爛的布 就是手感蠻好然後也蠻舒服的 所以那時候收到這件我就蠻驚醒 因為這件大概才三四百塊左右吧 我呢就太喜歡這件衣服 我又上網買了白色的 白色的呢我還沒有穿起來過 但是白色穿起來就是比較夏天的感覺 黑色穿起來就會比較有個性 所以我想說這樣的顏色不一樣 我就兩色都包了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實搭 然後又好看的背心 買了兩件 今天東西超多的 所以我要就是盡量不要廢話太久 下一件是這個看起來令人有點匪夷所思的背心 它其實就是一塊很大片的布 然後做成一件上衣 但是我覺得它整塊布的花色還有顏色都做得很漂亮 它加上這種衣服還蠻少見的 所以我就覺得買一件來穿穿看應該會還蠻 就是在我的衣櫃裡面會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感覺 它在正面就會有一個尖尖的線條 那我覺得無論是露出來或是撒進褲頭裡面都還蠻好看的 這件上衣就是一件我覺得有點成熟啦 但是又蠻有氣質的一件上衣 但是呢我有點小小擔心的就是 它的這個肩帶啊 是一個超級無敵細的兩條繩子 然後呢它就是這樣子綁在這塊布上面 所以我就不知道說會不會很容易就穿短 這兩條細的袋子雖然看起來很有設計感 但是呢又同時會擔心它的實用性到底是如何 接下來呢下一個是一件綠色的背心洋裝 那其實就是一件很素很素的長洋裝 它的長度大概會到我的腳踝左右 但是呢為什麼我會買它是因為 登登 它背後有做這個很大的鏤空設計 這次就是買了很多那種露背啊 或是說線條感的上衣或是洋裝 因為我覺得就是這種感覺很特別 然後是我衣櫃裡面沒有的元素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像這樣子的衣服 這個呢就是其中一件 那像這樣子樓空的背心 你如果比較感的話 你可以就是不穿內衣然後貼胸貼 但是如果我想要穿內衣的話 我就是會再穿一件那種線條感的小可愛 或是說bra T在裡面 這樣子你就還是可以露一點這個背後的 鏤空的感覺 另外一個我會買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顏色非常的可愛 我覺得夏天穿這種有點嫩綠色草綠色的感覺 很顯皮膚白然後也很有夏天清爽的感覺 就給你們進看一下它布料也是很厚實 然後會有一點點麻感的 所以穿起來是會有一點點熱 但身上不會感到很沉重或是真的有很悶熱的感覺 我會買這件洋裝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配了一個像這樣子 現在韓國超級流行的這種小小包 然後繩子是這樣子 有點彈性繩的感覺 然後它就把它這樣繞在腰間 我覺得看起來超級好看 就是雖然是一些很素的洋裝 但是配一個這個薄薄這樣上去 就很寒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我就被這樣子的搭配燒到 那它其實還配了一個像這樣子的漁膚帽 整個看起來就很那種韓國冷淡的感覺 我超愛的 整個燒到我 所以我就又買了白色漁膚帽 又買了包包 又買了洋裝 就把一整套都帶回家了 其實我覺得這家東西真的材質都還蠻好的 所以我收到了第一批之後又下單了第二批 而且他們的衣服 價錢我覺得算是中低價位 就這件洋裝我記得大概是 合台幣五六百塊左右吧 就也不貴 但你會發現它的材質 我覺得跟那種 韓國的賣家 我覺得是沒有差太多的 下一個呢也是一件非常好看的 有一點冷淡風的線條感洋裝 應該這樣我拿起來就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很多綁帶 就是完全大露側胸跟後背的洋裝 會還蠻性感的 那它其實在淘寶的頁面上面也有搭配白色的T恤在裡面 翻穿它我覺得也很好看 就只是它的這個側胸這邊會有一點點覺得 可能沒有安全感 因為它的包覆沒有說很好 那它的材質 我覺得比剛剛的那件綠色洋裝還要再更薄 然後它在這個側面啊 有做一個還蠻高的開叉 所以雖然它是很長的洋裝 但是走路起來也完全不會有那種幫手幫腳的感覺 喔對了然後在它的這個背後啊 又做了剛剛常見的元素 就是有點這樣子鬆緊皺皺的感覺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掛在你的背上 就會讓你的背形成一個很漂亮的線條 這件洋裝也是買到我覺得還蠻喜歡的一件洋裝 這次真的買了很多洋裝 因為夏天嘛就是穿一件洋裝就可以出門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好那我買的就是這一件藍色細肩帶的洋裝 然後它的領口還蠻高的 所以正面看起來一樣也是平淡無奇 但一樣呢它是一個大漏背的設計 那先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肩帶 是做這樣子雙條的 所以在正面看的時候就會覺得 欸這個肩帶有一種不一樣的線條感 然後在這個背後呢 它有一個橫的這樣子一條線 那下面就一樣是做一個大蛙背 大漏背的設計 那一樣在這個背的最下面呢 有做這樣子抽繩綁帶 然後這邊可以綁一個蝴蝶接 所以這樣整個背後就會比較有裝飾的感覺 但是正面看呢就會是一個很素 然後很簡單的一件洋裝 那像這樣子的洋裝 如果你不太喜歡它這麼素的話 第一個是你可以選看要不要配腰帶 或是說你可以配這種 嗯...鞋背的這種小包包 或是你可以搭配一些帽子啊 配件什麼的 讓這件洋裝看起來不要這麼無聊 但如果你是那種喜歡穿很冷淡風極件的 你就可以單穿它 然後貼胸貼 我覺得就真的感覺會還蠻酷的 那這件洋裝它一樣有做口袋 然後它一樣是全長的設計 這一件的布料我覺得跟剛剛 綠色洋裝跟黑色洋裝比起來 它的布是屬於中等的厚度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布是上面有一點點texture的 就是它有一點點紋路 所以摸起來會有一點點這樣子 凸凸一粒一粒 就讓整件洋裝看起來會比較有造型的感覺 這個水藍色穿起來也是很襯服色 然後很有夏天清爽仙女的感覺 整件洋裝我也是收到之後就覺得 很喜歡很喜歡 然後它穿起來的版型是比較有一點散狀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那一種 你非常非常瘦的女生 但如果你是像我就是比較圓身一點點的話 你就可以用我剛剛所說的包包啊 配件啊鞋子 去打破一下整體那種大色塊的視覺 也會蠻好看的 而且我覺得像這樣這種散狀的洋裝 就是不管誰都會想要穿它 因為很方便然後又很涼爽 接下來呢下一件是這個 咖啡色的短袖西裝外套 其實它不是那麼算西裝外套啦 材質比較薄的關係 但是整個穿起來呢 是有那麼一點點就是夏天西裝外套的感覺 那它的顏色就是像這樣子暖暖的咖啡色 我覺得不管是配白色或是黑色 看起來都很舒服然後很有質感 我在夏天的時候就很喜歡買 不管是薄的襯衫或是這種比較厚的 我覺得想要遮手臂啊 或是搭配造型的時候都很好用 然後它的材質我覺得算是有一點點黏麻 但是我覺得厚度是剛剛好 就是夏天穿應該會覺得有一點點熱 但是也不會到非常非常的熱不舒服 那整件的版型穿起來就是很oversize寬鬆的感覺 然後不會有很明顯的肩線 那它在胸口這邊有做一個口袋的裝飾 然後底下也有兩個扣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外套扣起來穿的話也是ok的 下一件呢一樣也是一件洋裝 那就是這一件細肩帶 然後粉紅色花花洋裝 其實我會買這件主要就是因為它的這個花色 在照片上面看起來很漂亮 那我覺得實際看也是蠻漂亮的 其實跟照片是一模一樣 只是我覺得裡面可以配一些 比較糖果色的短袖T恤 看起來應該會比較特別一點 不然如果只是單穿的話 對我來說會有一點點太女孩的感覺 就不是那麼有個性 那給你們近看一下它的花色是長這樣 裡面有一些紫色粉色的花 它的肩帶是做可以調節的 但是這個肩帶對我來說有一點點太短了 然後我很喜歡它在這個正面胸的地方是做 這樣子這邊一片一片 然後底下是散的裙子的這種感覺 會讓你胸部這邊看起來比較有包覆跟線條 然後在這個最下白的地方呢 它也有做這種小小微微的荷葉 然後它裡面是有做內裡的 那如果你喜歡更帥氣更酷的感覺的話 在這個洋裝下面再配一件牛仔褲 然後再配一個比較酷的可能漁服帽之類的 這樣子整個感覺就會再更有個性一點 接下來呢下一件是我這次買到所有東西中 我覺得嗯我在買什麼 就不太清楚我當時下標的時候考慮的點是什麼 但是呢就是這一件格紋的防曬襯衫 那我當初原本會想要買這個是想說 我夏天真的超級愛穿各式各樣的這種薄薄的防曬襯衫 我平常很常穿的是純白色的 就想說要不要買一件格紋 然後又覺得嗯花色看起來好像還蠻漂亮的 但是收到之後呢第一個是我已經有點忘記我買的花色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以為我買的是有一點粉粉的花色 但發現喔好像這裡面沒有粉紅色就是藍色 然後咖啡色跟有點深藍綠色 然後你們這樣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它材質其實也沒有到非常的薄 算是有一定的厚實感 所以我那時候實際穿的時候就覺得有一點點熱 就比較不是防曬襯衫 版型對我來說也比我想像中想要的再更大了一點 這件我就沒有到非常非常喜歡 但如果你是喜歡穿格紋襯衫的話呢 我覺得這件它的手感是蠻好的 布料很柔軟不會紮膚 好所以就是這件襯衫 好衣服的部分呢 最後一件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白色洋裝 這件白色洋裝它是長這樣 它裡面呢附的這個襯裙呢是分開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穿在裡面或是不穿在裡面 那為什麼要分開呢 就是因為它是寫說這件你也可以當作是外套穿 因為它中間的這個排扣啊是一路到就是裙子的最下面 就是整排的排扣 所以你可以只扣一半 然後下面打開就可以當外照 那如果你裡面有配這個襯裙的話 就可以當一件長洋裝穿 但是呢給你們看一件有點悲劇的事情 就是 噔噔 它這邊的那個胸圍對我來講有一點點太小了 所以這邊的扣子都會有點這樣扯開來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的這個內裡啊也有一點太大了 所以穿起來當一件很小的洋裝穿在一個很大的襯裙裡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襯裙會這樣子有一點皺皺的 然後如果沒有拉好的話就會有一點在裡面堆積的感覺 然後它的袖子呢就是這邊有做一個不算是很緊的鬆緊帶 如果你是很瘦的人的話我覺得會有那種修飾肩膀線條的作用 但是對我來說就比較還好 然後它的衣服就是有做這個鏤空很那種夏日鄉村感的感覺 這件裙子因為它的這個胸圍對來說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就沒有到非常非常喜歡 但如果你是對這件衣服來說 身材是完全OK不會穿不下的人呢 我覺得這件衣服它的質感還蠻好的 然後整件版型也沒有到很差 所以就我沒有特別推薦但是也不會特別不推薦 好的那衣服的部分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次我買的算是最大宗的東西 就是各式各樣的帽子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到夏天就發了狂的想要帶各種漁服帽 所以我這次總共買了應該有九頂十頂帽子左右吧 很誇張 首先呢是這個就是很素的白色漁服帽 這些那麼多漁服帽我覺得好像都沒什麼好解釋的 所以我就速速的把它們戴在頭上給你們看 戴起來呢就像這樣 它的整個帽桶這邊是比較高的 所以戴起來會比較立體的感覺 我覺得也會比較修飾臉部的線條 然後它這個帽顏呢是比較還算蠻寬的 但是也沒有到過寬 很完美的帽顏寬度 然後它的這個布啊是有一點點挺度的 所以你可以調整這個帽顏的形狀 我真的覺得漁服帽超好看 就是最近很愛戴漁服帽 而且我覺得戴漁服帽就是讓整個造型 就是很有那種很酷很個性的感覺 登!這是第一頂 第二頂是我在另外一家店買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好像幾乎是一模一樣 只是感覺帽顏好像又有小了一點點 然後我剛剛戴的這個是白色的嘛 我買了一頂米色的 然後它戴起來是這樣 喔好像真的有就是比較小了一點 米色也很好看 米色的話就是搭可能裸色性色的衣服 會比較適合一點 最後呢我一定要買的就是黑色 那黑色跟剛剛那個都是一樣 只是我又買了黑色 黑色戴起來呢就會超級酷 像不像 那通常這種黑色的帽子 我就會配黑色的拖鞋或是涼鞋 不然通常我穿的衣服 看起來整個顏色跟分量感是比較輕的話 上面配個黑色帽子看起來會有點頭重腳輕的感覺 所以通常我會在配件或是說鞋子的選擇上 也會同樣選擇黑色的鞋子 這樣整體的造型會比較平衡一點 這頂也是很好看 恩我覺得如果你是很害怕 雨服帽戴起來會很難駕馭的話 第一個就是要選這種 帽的深度要是夠深的 因為我等一下給你們看 我有買了一個比較淺的 它戴起來就會不是那麼 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的樣子 第二個就是它的這塊帽顏啊 也要是一個適當的長度 不要太寬也不要太窄 因為如果太窄的話呢 可能修飾臉的效果就不會這麼好 那太大的話我覺得就是不太實用 然後也比較容易垂下來 所以這頂我覺得算是一個 大小跟整個版型很完美的一個雨服帽 如果你也在找雨服帽的話 剛剛我買的這三個我覺得都可以買 那我就把雨服帽一次講完好了 第四頂呢是這個格紋的雨服帽 然後它整個格紋是比較那種 有一點點濁濁的感覺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有洗臉感 喔然後它裡面是有這個綁帶 你可以調整頭圍 好那它戴起來就會是像這樣子 這一個應該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它的帽顏比較小 所以整體讓臉看起來小臉的效果 就沒有像剛剛這些這麼好 但是呢就會是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比較不會擋到臉 然後我覺得像這樣比較花的帽子 你就可以配比較素的衣服 比如說棕色的西裝賴套 或是說配這個素色的 綠色洋裝也OK 下一頂呢一樣是格紋的雨服帽 但是它整個版型跟花色 跟這個都還蠻不一樣 這比較冷色調 然後這是比較暖色調的 所以我就買了兩頂 然後這個就是我說我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非常非常適合的版型 你們看它戴起來是像這樣 第一個是它的整個帽圓 是比較沒有挺度也沒有高度 它就是把頭整個塞滿的那一種 而且它的帽顏是這樣子 有一點順著你的臉這樣子斜下來的 所以就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尤其是如果你的臉比較大的話 這頂戴起來就不會那麼那麼的修飾臉型 但是我還是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也覺得這花色很好看 所以我就買了這頂 然後我也蠻喜歡它的 這個奶茶性色會很好搭配 接下來呢我買了一頂草帽 因為夏天就是很流行這種草帽 然後這個草帽呢我也有帶去 OIV的聯名拍攝 然後就覺得就是一個拍照非常上向的帽子 那這個我就比較少真正把它戴出去 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有一點 就是造型大於它的實用度 拍照會很好看 但是如果你在節目上看到有人戴這個 你應該會覺得就有事嗎 但也有可能是我就是太介意路人的眼光 但戴起來就是像這樣 蠻好看的 然後這個就是你要把頭髮放下來戴耶 然後你要把頭髮綁起來戴也可以 然後你要把頭髮綁起來戴也可以 配那種可能木頭的大耳環啊 就會很夏天的感覺 而且它戴起來也還蠻舒服的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這一圈也不會太緊 所以就不會有那種很舒服的感覺 接下來呢是一頂米色素色的貝雷帽 那這個帽子戴起來就是像這樣子 喔這個帽子啊我覺得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你這樣戴下去 第一個是看你要不要露瀏海 我通常都不喜歡有瀏海 所以我就是把瀏海整個收進去 第二個就是你剛戴起來是這樣 但你就真的不要這樣出門 這樣真的很像那個廚師或是麵包師傅 所以一定要記得把這個帽顏壓下來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這樣子往下拉一點 讓它有一種側過來的感覺 這樣會比較好看 這個我覺得就是可以搭配西裝外套 或是說那種有袖子的衣服 不是像這樣洋裝 可能是T恤之類的 就會比較有造型 還蠻可愛的 而且白色帽子就是很顯白我覺得 這頂我也很喜歡 下一頂呢 然後跟剛剛的版型戴起來很像 但是它是格紋的 然後給你們近看一下 它的格紋是白色的底 然後上面有這種綠色粉色藍色的條紋 因為其實我覺得貝雷帽不是一個 你一講到夏天會聯想到的帽型 但如果它的顏色彩是像這樣這種 很清爽的米色或是這種白色底的格紋的話 看起來就會還蠻有夏天的感覺 這個戴起來它的那個布就會比較軟 然後它的布料也是比較多 這個可能要再喬一下 但是呢 它大概的感覺就是像這樣 你可以把這邊拉一點頭髮出來 修飾一下臉型 我真的覺得素色的 帽子跟格紋的帽子戴起來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都很值得入手 接下來呢是一頂鴨舌帽 那其實我真的不太常戴鴨舌帽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到非常適合 但是呢我就看到這一頂鴨舌帽它的顏色很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 那它呢戴起來是像這樣子 就雖然它是一頂很普通的鴨舌帽 但是因為它的顏色很可愛 所以如果你是配那種一般的洋裝啊 就會讓造型多了那麼一點活潑 然後有趣的感覺 然後這個帽型也還蠻好的 整個帽身啊帽顏的幅度跟它的寬度 我覺得對我來說都很完美 然後應該也是可以適合很多人的 這邊也不會看起來這樣塌塌的 戴起來很有精神的一頂帽子 然後給你們近看一下 它是做有點像這樣子水洗的感覺 然後呢側邊有一個這個布標 然後背後呢就是像這樣可以調節的 整頂帽子的質感比我想像中還要好很多 看起來就像是一頂那種在東區會賣三四百塊的帽子 那另外同一頂帽子我也買了綠色 這就是一個非常活潑的果綠色 跟剛剛的這個洋裝比它的顏色會再更鮮豔一點點 然後不知道是因為它是綠色的關係 它的水洗感就沒有像剛剛那個紫色的那麼重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顏色深淺的關係吧 然後這一頂呢它戴起來像這樣 果綠色也是夏天很流行的一個顏色之一 這樣戴起來是很薄潑很可愛 很好看 好帽子的部分呢就結束了 接下來呢是一條絲巾 它是有一點這種海洋風然後白色藍色為主軸的絲巾 那它整體絲巾的大小我覺得算是沒有大也沒有小 我當初會想要買這個絲巾就是被網路上的那個照片燒到 照片上的Model就是綁了一個低馬尾 然後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洋裝 然後就把這個絲巾綁在它的馬尾上面 然後就這樣子整個垂下來 很有氣質仙女的感覺 會讓整個造型看起來很有質感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個白色配藍色 我就覺得這顏色還蠻經典好搭配的 我就買了一條 那這個絲巾除了你可以綁在馬尾上呢 你也可以就是像這樣綁在頭上 不然呢就是你想要把它綁在脖子上當領巾也可以 只是夏天綁領巾就是偏熱了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是你可以把它這樣子 三角形對折了之後呢 把它當作是上衣穿 就如果你很趕的話你可以這樣子把它綁成一個那種平口的上衣 絲巾還算蠻滑的 所以你可能裡面要做好一些防護的措施 或是一定要再穿一個小可愛之類的 近看一下花色跟布料的部分好了 整個印刷也都很有質感 這家的衣服跟東西我都還蠻喜歡的 很推薦這個淘寶店家 接下來呢就是包包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包包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包包長得很奇怪 沒有一眼就讓我愛上的感覺 但是後來我看了很多它的搭配照 然後我就慢慢的燃起對它的火 它就是一個非常極簡的包包 就是一片布 然後上面幾條這種咖啡色的袋子 然後它上面這個袋子也是屬於很細的這一種 其實很簡單又很特別 我覺得配我剛剛買的那種 譬如說是線條感的上衣 或是說洋裝 配起來都很舒服 然後你們看它的容量也很大 是一個很能裝的包包 所以也還算蠻實用的 只是就不能裝太重 因為我很怕它這個細細的袋子會斷掉 那我這個我有帶出去過好多次了 然後裡面我做的東西其實算是有一點點重量 但是我也不覺得這個繩子有回損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包型很酷喔 就是其實你這樣拿的話 它是長這樣 但通常我不會這樣子拿包包 我都會這樣子拿 然後你再把這個地方這樣打開來的話 它的包型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就是這是一個我覺得真的很特別的包包 有點像是那種裝麵包的紙袋 但是做成包包的感覺就還蠻特別的 這個包包我也推薦 下一個呢是這個草編包 像這種草編包啊 有些都做得不太實用 就可能沒有辦法裝很多東西 但是這個呢 第一個是它的這個編織是很厚的 所以很堅固 它的空格也不會太大 所以東西不會很容易掉出來 另外呢 就是它在這個底部的地方 有在襯一塊皮 然後這塊皮也是很有份量的 所以真的可以hold住一些你裝進去的東西 那背帶這邊也是做皮革的 所以我覺得整個包包啊 雖然是那種海灘包 但是我覺得它在實用度上面 真的也是有具備 就我覺得你也可以把它搭的很都市的感覺 這個我也很喜歡 配那種涼鞋什麼都很好看 接下來呢 就是剛剛這個 我有出現過的小包包 那其實這個小包包 我是看韓國有好多網拍 都會在賣這種類似的包包 那它就是一個像這樣子 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實用度的一個大小 就連我的iPhone 8 Plus 都有點裝不進去的 所以真的就只是做一個造型 但我覺得這個包包它的整個設計感啊 你背在任何剛剛的某一件衣服上 都會讓整個造型看起來很特別 所以我就還是買了一個 它的設計是這樣 這邊有一個就是完全沒有辦法扣起來的這個扣子 然後這邊可以拉開來裝一些小物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一些 煞油騎士的筆帶 但是說真的 你真的不會裝筆或是裝東西進去 但是呢這個小包包拉開來裡面 還是可以裝一些日常的小物 比如說唇膏啊然後鑰匙什麼 其實都還算可以 只是如果你裝太多的話 它的包就會有一點點鼓鼓的 我覺得並不是那麼好看 所以主要還是以造型為主啦 但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呢 就是它的這個繩子的部分 是做圓圓的這種彈性繩 所以不管你是要真正把它當斜背包背 或是說你想要把它綁在腰間 都非常非常好看 有一種微甜微休閒的工業風 我還蠻喜歡的 材質是防水的尼龍 只是說真的防不防髒或是防水 這我就沒有測試過了 因為我才剛拿到沒有多久 接下來呢是一個這個米色的餃子包 這樣拿著你們可能會覺得 嗯這什麼東西 它呢就是一個非常寬的背帶 然後在包包的兩側這邊都各有打一個結 那我為什麼會說它餃子包呢 就是因為它的整個包包的形狀啊 長得是像餃子一樣的 它的布料是有一些雜點的黏麻布 它在這個包面有做一些些車線 所以整個包是有一定的立體度在 它這個容量還蠻大的 裡面真的是可以裝很多東西 只是我一樣不會裝太多太重的東西 因為包的布料並不是特別的挺 所以如果你裝太多重的東西 它整個會有一點點被拉扯的感覺 背在身上不是那麼的好看 像這種包包因為它的背帶很誇張 所以我就會搭配一些 比如說素色的洋裝或素色的T恤 讓整體又更有造型 但是又不會很滑巧 所以我最近都想要走一個那種很極簡質感的感覺 然後這個包包就是一個很好搭配的東西 最後一個包包呢 是這個黑色的皮革水桶包 然後我會喜歡它呢 也是因為它的背帶做得很特別 也是像這樣子很細的皮革背帶 我最近就很迷戀這種很細的背包背帶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會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它在這個背帶的頂端呢 也有特別加粗了 如果是背比較重的東西 這邊會給你多一點點支撐 然後它整個包包的皮革我覺得算是還蠻不錯 因為這個包包的售價也是比較偏低的 然後呢它就是這兩邊有做這個抽繩 所以你可以這樣把它拉緊 它就會有水桶包的感覺 然後它的裡面容量也是算蠻大的 就是一個雖然很素 但是又有一點點設計感的包包 因為我就一直沒有那種日常好搭配的鞋背黑色包包 通常都是那種可能有鏈條啊 或是說有很明顯特定風格的 我就想要找一款有一點點設計感 但是又日常生活中很百搭的一個包包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我覺得很可愛 最後呢有點像是我亂買的 居家裝飾小物 因為我原本是想說 我可以帶去牛二娘的房間佈置 那就是這個 它上面寫的是hello 然後你可以放在牆壁上面當裝飾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也有加購它的燈 然後就是那種串燈 所以你可以繞在它的附近 我會放一張那個 他們淘寶上面的圖 在這邊給你們看 我覺得看起來就放在牆壁上 或是放在床頭 都還蠻可愛的 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因為它還蠻便宜 就想說買來看看它會長什麼樣子 這就是我在淘寶買的最後一樣東西 對了我忘記跟大家說了 我還買了一雙鞋子 它就是像這樣子很極簡的拖鞋 那這個鞋呢 我覺得穿一整天的話還是會有點痛 因為它在這個地方啊並不是到非常非常的軟 所以這邊會有一點點刮腳 那就是看你要怎麼取捨 因為如果它這邊的皮革太軟的話 這邊就會有一點點那種波紋的感覺 像這個是我在第一家AF買的一雙很像的涼鞋 然後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的皮革看起來就比較挺 比較正式的感覺 然後這個看起來就會比較有隨性 但這個穿起來就是比較不會刮腳 然後呢它有一點點的跟 所以穿起來還蠻舒服的 不會有一種很平 然後腳沒有支撐力的感覺 這個鞋子我也很推薦 然後它在這邊呢是做這樣子方頭的 看起來會比圓頭兩鞋更有造型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最近在淘寶的戰利品 這次買到的東西我真的都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就很希望可以趕快在出國前 拍這支淘寶的影片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大家如果喜歡這種風格的話 一定也會非常喜歡我今天買的所有東西 這些東西呢我有點想把它們全部帶去紐澳樑 然後把它們穿到爛 好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可以按這裡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